美国报税账单突变来源PIXPAY 1.特朗普减税退移民情 美国时间12月2日 特朗普憋了大半年的减税计划 终于在国会以51票赞成对49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 本次减税力度堪称里根时代以来最大幅度 企业所得税从35%直接降至20% 个人所得税起针点翻了一倍 各个阶层的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用特朗普的话说 等于是给每个美国人在圣诞节发了1100美元的红包 根据估展 由于减税 光是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利润回归将达到1.7万亿美元 更不要说因此吸引来的外资 尤其是制造业 2016年知名机构得勤出了一份全球制造业竞争指数报告 里面说美国制造业的成本值比中国高5% 到了2018年将比中国低2%至3% 到2020年美国将取代中国坐上制造业第一的宝座 这次减税无疑加速了美国重回制造业第一宝座的速度 202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名突变来源网络 就在减税的提案通过没多久 美国又退出了一个群责任 美国说自己有权决定谁能够踏进自己的国土 这个群规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所以退了 这个国特朗普愿意为美国来背 他提出美国优先的国策 就是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全新权益谋发展 美国现在是要关起门来吃肉了 二 每次减税后都是一次再繁荣 税者国之本也 美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负债国 截至2017年7月 美国贡献全世界十九 八万亿美元 人均欠六万美元 外面的饥荒者腰大 美国居然还有勇气减税 要知道税收可是国家最重要的收入 减税最直接的后果是政府收入减少 美国人不担心吗 或许是历史经验给了他们勇气 因为美国每次大减税后 都将迎来一次再繁荣 在最近几十年 美国总统实行减税政策最大的当属里根 美国前任总统里根 拖片来源 Pix Pay 这位1981年上台的总统 至今还有人怀念他 认为他是美国历史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他在任期干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启动星球大战计划 直接拖垮了苏联 一件就是大减税 后来人们叫这个政策为里根经济学 里根是从前总统吉米 卡特手上接过的烂摊子 美国人对吉米 卡特有一句评价 卡特不当总统的时候比当总统时更称职 可见卡特当总统时干的有多差 在他的任期内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 1976年为6% 1980年已升至12%以上 失业率仍高达7% 波董的利率1980年近两次达到20%甚至更高 正是因为在经济上的无能 导致他在竞选连任时被里根 以压倒性优势击败 里根上台后 面对这个烂摊子 开始了里根经济学的表演 包括血减政府开销 大减税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等 然而美国经济并没有好转 反而在1981年7月到1982年11月 开始急剧下滑 衰退的速度甚至超过了20年代大萧条时期 怎要了 里根经济学部 管用吗 怎要比以前还要烂呢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 这是经济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 美国经济对里根的这几副猛药 需要消化适应时间 一旦要效发挥作用 年517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 这样的经济繁荣证明了里根的大减税政策是符合当时国情的正确选择 三请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 对于美国减税 有些人急了跳出来说 美国这样做很不负责任 是要挑起全球的税务战争 某日报发文说 此外对企业而言 减税省下来的钱干十腰 这既是问题 也是风险 你管人家企业省下来的钱干十腰 人家拿去扩大投资行不行 拿来给员工加工资行不行 特朗普这次减税和里根时代的减税要解决的问题还不一样 里根是为了减少通货膨胀所以还有货币收紧的政策 而特朗普是为了解决美国在全球化中失去的工作岗位 与这次减税同时推出的还有一项加税政策 对于那些把工厂建到外国的 那些把美国工人辞退了跑外国去雇佣外国廉价劳工的 那些在外国组装完了又拿回来卖的 没有时要减税 还要惩罚 像苹果公司这样在爱尔兰享受12%所得税的 现在想把利润转回美国 就要把少交的税给补上来才行 美国干得好的总统总是会出台新的政策来纠正前任的错误 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就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 纠正前任完全自由放任的错误 到了里根总统就用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 纠正前任干预经济的错误 现在到了特朗普来纠正前任奥巴马的错误时候了 把全球化失去的工作岗位拿回来 打击海外避税 一切以美国优先 不管怎样 人家都是在真刀真枪的改革 不像某些人 咬住记得利益不肯放 还要说美国是在挑起税务战争 有本事你也剪啊